各位讲到这个大学课程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大学老师叫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的意思是专家 他不是老师 大学的老师是等你问的 不是你等他来教你的 大学老师都不会教书 大学老师没有受过一分钟的教学的训练 教材教法 什么课程 什么班级经营 教育心理学 一分钟都没上过 他是专家 他是专业人士 他是来让你问的 上课只是提供你主题 让你去想 回家想 想完又来上课来问他 大学就是自助餐 你要自己去夹 夹来吃 你不是餐厅 你不要像高中以下 坐在桌子上等服务员送餐来 然后一直骂说 这个餐厅怎么那么难吃 服务怎么这么差 都不会送餐来 我们很多大学生 都用重心态在大学上课 你就永远读不到书 然后一直抱怨 我们老师不会教 我们老师不会教 大学老师本来就不会教书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来教书的 他来写论文的 他来让你问的 他不是来教书 所以你如果这个心态不改过来 你永远在那边发单 永远等人家送餐来给你的自助餐 你就坐在那边发单 做4年 然后缴了学费 94年 出学校以后 只有一张毕业证书 就是一个发票 所以你去7-11买东西 出门的时候东西都没有拿 拿了一张发票说我毕业了 然后东西都放在7-11 然后自己还很高兴 我混毕业了 我混毕业了 东西就在7-11 所以你要记住 大学老师是professor 他不是teacher 你要自己去问他问题 你不能等他来教你 不能等他来教你 好